妻子比原来奥秘,不是鬼头鬼脑打电话,就是早出晚归有饭局 根本提示我看好本身的妻子,别被别人戴了绿帽子 我呢很忧郁,袁叔内心就自大,如今更不敢举头了 但出于汉子的复兴,我仍是悄然查询,败后了 本来他从来不去一家宾馆 进去一会儿又急忙出来,我内心窝火又不好爆发 终于在他又一次离家的时辰,我悄然尾随他 几乎进了一家宾馆,并不惜进了最高层,最里边的一间房子 我怒火中烧,一脚就踹开了门 宾馆的床上半躺着一个汉子,不是别人,恰是父亲 妻子一愣,父亲也挣住了 我一下跪在父亲的脚下,看我迷惑的神情 妻子渐渐的说,都是你那破脾气,本事不大,这傲心超强 但你也太混蛋了,明明父亲健在,为什么骗我说你是孤儿 要不是我细字查询拜后,咱爸还不知要吃多少苦呢 父亲却哭着说,闺女啊,都是家里太穷了,根本拿不出彩礼 我没脸当这个爸呀,如今看你们过得很好,我也就安心了 哎,当初和妻子爱情结婚时,父亲就以叔叔的身份参加了我的婚礼 由于我无父无母,自然也没有拿彩礼 岳父和妻子见我仍好,什么也没计较 后来父亲腿受伤了,村里之叔给我打电话,却被妻子接到了 他内心有气,就瞒着我接来了父亲 并且刚放置在宾馆,他说他还没想好怎么识到我 我本身就早来了 想起我自幼师母,是父亲一手拉着我长大的,又读了大学 如今我却不敢认父亲,真是羞愧呀 妻子要我把父亲背回家,举动算为难,刁难我的嗓伐 但我内心刺打鼓,就算接回了父亲,妻子乃至层里的岳父能不惜散待父亲吗